最近大家都熱烈討論一個APP叫Clubhouse 到底這個突然之間爆紅的APP是玩什麼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用聲音來聊天的社交媒體 但它有一個奇怪的規定 就可以有人邀請你才可以加入 不講那麼多,立即教大家怎樣用 Clubhouse是一個完全以邀請制進行的社交軟件 而每個剛剛登記的用戶就只有兩個邀請名額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已經提前邀請了你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點擊登記 但如果你的朋友已經用完他的名額 你就可以自己先進行註冊 註冊成功之後就會出現在你朋友的wait list 裏面 之後它也不需要用到自己的邀請名額 都可以幫你進入Clubhouse 然後再輸入自己的手機電話號碼 然後你的名字 然後再設定你賬戶的名稱、icon等等 然後你再點擊同意Clubhouse取用你的資訊之後 畫面上就會出現一些你其他已經在玩Clubhouse的朋友名單 之後你再選擇你有興趣的主題 之後如果有些符合你興趣主題的聊天室出現的話 App就會自動推薦給你了 在主頁的地方點回上面類似信箱的按鈕 進去之後最上面的數字就是顯示你目前可以使用的邀請名額 而下面這個地方就是顯示你手機聯絡人裏面的聯絡人資料 找回你想要邀請的朋友之後再點擊Invite就可以了 至於剛才提過怎樣可以不用到你自己的邀請名額呢 其實只要按右上角這個link就可以進去waitlist 找到你的朋友了 在主畫面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樣的聊天室 以及裡面的speaker和聽眾人數 你按進去之後首先會自動以聽眾的身份加入 然後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就是speaker的成員 而下面這些就是聽眾 如果你覺得這個聊天室的內容非常有趣 想邀請你的朋友加入的話就可以按這個加字 假如你是想發現的話就要按旁邊這個揮手的符號 等這個聊天室的主人同意之後就可以發現了 如果你是想要離開這個聊天室的話就記得要按這個按鈕 如果你想找你的朋友一起開一個新的聊天室的話 在主頁的地方點選下面這個start a room 就可以設定你的主題邀請你的朋友 還可以選擇聊天室的狀態 如果你想和你的朋友不是只用文字來聊天室 而是可以聽到聲的話 開一間track room來聊天就對了 但有一樣東西要留意 就是目前Clubhouse就只支援iOS的系統 如果你有朋友是Android的用戶 那就不好意思啦 ymys